大家好 歡迎來到《中西人民講壇》 又是我做講座了 在這個《一週一沉落》的黃金時間 大家都還來聽我說了 我非常感激的 今晚的講題是Boris Groist on the news 《博物館學研究文章之品評》 《博物館學》的名字叫做《妙視ology》 或者叫《Museum studies》都可以的 其實都是我在中大fine art這個MA program裡面 需要讀的一環 因為我們藝術行政那部分 其實是要知道的 就不是說只是西九古宮 或者PhD in Chinese art 那個層次的 說真的 好了 這次這個講座我會用澳門藝術博物館 和西九M家做一個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那Boris Groist是什麼人呢? 他是一位藝評家 媒體理論家和哲學家 他目前在紐約大學俄羅斯和斯拉夫研究的 全球傑出教授 以及德國卡爾斯 魯厄卡爾斯魯厄藝術與設計大學的高級研究員 也就是稱他要得到拉ami 實在是 對阿勇格 其實典 Ihrielaughs 每傳就可以 不能夠以及人ЕТ drummer 好像這樣 都不是演的或者是他會用的 什麼專門說的 比如說不像之前呢 之後 就會用�를看一起這些 像和水敬蝕 紐約都可以冒冒的 因為這位 Щ我們供冒冒冒 hotel 他們的 是不是去武漢去跑了jor dan 93Get 藝術範疇代表的選舉 那些的很多的章程 教過我和心靈的文傑華教授 將會是自動當選藝術評論範疇代表的這個post 心靈效應底下 文傑華教授就坐定一顆錄 拿到很多票 很多的提名 自動當選 其實文傑華教授他負責這一番的藝術評論 源於他在浸大的Department of Humanities那裡 是教我和心靈Aesthetics的 他那時候教了說 Art is a reflection of subconscious mind Art is a kind of profession Art is a kind of imitation 就是很多這些theories 但是做藝術評論和Art historian有什麼分別呢? Art historian就比較陳述性一些的 但是藝術評論家呢 可以比較天馬行空一些 當然如果出文的時候 都可以是最好有fit notes 但是有很多藝術評論家呢 其實他們都是沒有fit notes 在報章啊 雜誌啊 那些專欄裡面呢 是好像一種文學 書情那樣的創作方法呢 是去表達對一些藝術品的一些的感受那樣的 那或者是就著一個的大維的社會的審美思潮呢 是去作評論那樣的 那這位Boss Gross呢 他評論的文章呢 我看過是有很多fit notes的 但是呢 他所評論的是cover到這個museum studies這一部分的 或者叫做museumology啦 那什麼樣的 那就 香港有些什麼的scholar是cover這個museum studies呢? 就是有丁永恩博士 在中大的文化研究學系那裡教的 那就是我們那個museum program呢 可以拼他那個科的 facial arts administration 不過我不夠quota 比如我拼了朱大成的cultural series之後 都不夠quota的 但是呢 如果講museum studies呢 即是Vivian呢 她會教有很多不同的patreon或者client networks的interest concern呢 是需要cover的那樣的 那是挺好玩的那樣的 她講的那些什麼呢 例如這個諸羅紀公園論 她這樣寫 凡事已經沉列在博物館中的 都被自動認定為屬於過去 屬於已經死亡的 如果在藝術館裡面呢 我們遇到某個東西 就是令到我們呢 是想起呢 已經沉列在博物館中的形式 位置和方法 那樣呢 我們就不應該將它視為真實的 或者鮮活的 而應該呢 是當作以世過往的一件 沒有生命力的複製品 所以呢 如果一個藝術家來講呢 如大多數藝術家所講 她是想要衝出博物館 進入生活本身的話呢 走向真實 創作真正私活的藝術呢 這個僅僅意味著呢 這個藝術家呢 是想要被收藏的而已 這個是因為被收藏的唯一可能性呢 就是超越博物館 並且是走進生活 創作出呢 不同於被博物館收藏的作品 再次呢 隻有新事物 才能夠被博物館培養出的眼光 創作的是真實的 當下的私活的 如果你重複已被收藏的藝術呢 這樣你的藝術呢 會被博物館判定為純粹微俗的 而會遭到拒絕的 那麼呢 有些藝術家呢 就真是 沒有想過博物館的一刻 是完全是進入生活本身的 就是好像我紅色不隔那段那樣的樣子 有哪位呢 比如說藝術局拿到藝術新秀獎的 陳偉立 就是了 他真是純粹是供Hong Kong ADC Art Award的 說真的 還有他在這個 Contemporary by Angela Lee呢 是可以有得Solo參展 可以有傳媒報道 可以入Art Basel 可以是這個Sulfurine Art Prize裡面呢 是去競逐 就是被人投票 那麼的樣子 那麼他供的路線是完全是生活化的商業藝術 那麼他不會想 啊是啊 博物館需要怎樣 用一種殿堂級的方法去呈現他的泳池系列呢 他沒有想過一定要做這個David Hockney 他純粹是 他覺得藝術呢 是好像DIY手作那樣 是一般的普羅大眾都可以去process的 就是管有的 或者接觸或者享受的 就沒有說需要想博物館怎樣去幫他做一個學界的定義 那他要給人買他的畫作或者搜賄設計呢 是很容易的事情 是的 但是如果來說是真的完全想博物館的部分呢 就是說好像俄敏君那樣 他的哈哈笑 那他無論是中國 或者海外 或者我們本地的西九M家 都有他的藏品 那麼的樣子 但是呢 我們會覺得呢 他的畫呢 永遠都是複製品 我不會說沒有生命力的 我覺得他的畫很有生命力 但是 他是有一個mass production 很stereotype 那麼的樣子 是哪一批的哈哈笑是供哪一類的museum 哪一類的哈笑是供哪一類的auction houses 它是有一個package的 但是藝術呢 也不一定說要絕對地有package的 就是如果我剛才用回陳慧立的籃子呢 他的東西可以很零碎 或者是散落在不同生活細節的部分 但是呢 那種零碎才有一種的人性化的那種趣味 我其實挺喜歡陳慧立的作品的 那如果下年 我都可能有一場的西方藝術講座 我都會開來去講他的作品都不頂 那好了 但是如果你說要重複被收藏的藝術 就是說 舉例 我去畫石家豪的公筆人物畫 那樣子呢 香港藝術館和M家 肯定不會收 縱使呢 他知道這個Lincent呢 是畫 narrative painting 和visual presentation of the theme 是很厲害的 是絕對可以模仿到石家豪的 那些卡通公仔的風格 藍術那些什麼樣子 但是如果我像石家豪那樣畫呢 都是不會給那些的館長收藏的 所以我一定要另辟另一種的facial features的人物畫 就不可以跟石家豪的人物畫藏風格那樣子 是的 所以就是說 已經給博物館收藏的藝術呢 如果做藝術教育的人呢 要有個位要小心一點 就是如果那個學生 他將來的志向是真的想做一個舉世知名的藝術工作者呢 千萬不要叫他去臨毛周俊輝臨東彭石家豪那樣子 不要這樣用這一套去教他 叫他自己去發掘 是的 就是一叫他來說 舉例人物的樣貌這樣 創完又創囉 創到一個是絕無僅有的一種的新的面貌的 那麽將來將來可以成功被博物館收藏 做藝術工作者要謹慎這一點 要這樣教他 是的 另外呢 就 怎樣叫超越博物館而走進生活呢 好 如果 好像郭萬豪那樣子 香港藝術館收藏的 是始終有一個局限性能說 要去一定那些的 就是有算黑的水脈 collage 是要frame在一個canvas上面 那麽樣子 一定要這樣的形式去展出的 我最近都再去香港藝術館看一次 就是郭萬豪的作品那麽樣子 就是始終要frame得是有一個條理性那麽樣子的 這個呢 就真的蠻漂亮的 但是如果要超越博物館而走進生活呢 就好像在牛排去接觸人群那麽樣呢 那他就會是比如說 將那些的水脈和胡鑽 扯一條線掉在空中這樣 就好像一個的大地製那麽樣子 是做一個performance art這樣呢 這個就是走進生活的 話說我中六的時候 我中七的時候 在玫瑰江學校 Miss Kitty Hole 試過請過萬號來 搞一次的水脈workshop 我也覺得自己好像在做行為藝術 我都亂來的 那些貼報紙、貼雜誌紙、蒜黑印章那些的孫子 滴一些物質 再過膠 亂吹 無意識的亂吹一攔餐 接著舉起孫子 大家拍張照 沒什麼系統性的 但是這一種是走進了生活 反而這一種的無系統性 是要靠一個第三者做攝影的documentation 去記錄我們那個玩樂的過程 那這個就不是博物館的層次 博物館的層次其實 會幫到某一類型的跨媒界的藝術家 是沒有系統化 變成有系統化 但是它只是其中一個成名的過程而已 那有些人就真的不喜歡這樣的 好了 我舉了一個例子就是澳門藝術館的 歐洲人眼中的中國19世紀萬奇的專題展 那這些呢 都是被Boris Groys 定為 好像《諸羅紀公園》這樣的文物的層次 就是複製品 因為那些畫像呢 可以無限地是去將一個 例如說 盧梭的人物照像畫 畫十個版本 然後給十間博物館去收藏這樣的樣子 那就變成了沒有了一種的生命力了 那有些人不喜歡這樣的東西 但是澳門藝術館呢 其實它公的路線呢 有一邊是比較classical 過香港的 那葡萄牙人也都是很重視traditional oil 那都很希望做一些澳門在明清兩代 經商外貿的一些文化遺產的樣子 所以 特地做一個這樣的專題展 那未有疫情的時候 我真的去澳門的藝術館去考察 那拍了這些照片回來 那我都很多年沒有去澳門了 就是三年沒有去澳門了 那好了 這個專題展在某程度呢 是講歐洲市多了 我真的講美學的 那它有一個功能性在某程度 但是這個功能性呢 未至於是去鼓勵人去收藏 是的 它純粹是一個考據學的一個印記 就是這樣 真的 是了 那Boss Cross的《珠羅紀公園論》呢 它也有說 它說那些虛擬的恐龍呢 實際上呢 只是已經沉列在國物館中的恐龍 沒有生命力的複製品 正如我們所知的一樣 他們只能在珠羅紀公園的雨景中是得到展示的 就是娛樂的 消遣的雨景中 而非在國物館裡面的 Boss Cross 簡直覺得呢 好像剛才澳門講的那些 19世紀的外貿經商那些的人物畫呢 不應該放在苗絲人裡面 在這一層的意義上呢 博物館就好像教堂那樣 你必須先有罪 才能夠成為一個的聖徒 怎樣叫做先有罪呢 就是說 如果有些人是畫一些性愛題材的畫作呢 如果它是完全好像耶穌基督那樣呢 是有性化恩寵呢 是所有的罪業是洗脫了的話呢 根本它是沒有這樣的靈感 是畫出一些有性機學的元素的畫作呢 那所以呢 博物館是接受罪人的 接受罪人的創新的作品呢 是去入局去參展的 是的 否則呢 你只能夠是一個平庸的 上可的人 就是像畫會派那樣的 就是他們畫那些風景寫新 就是如果說像江啟明那樣 是啊 香港藝術館都可以收藏它的素面寫新 但是 它是一個完全沒有罪的一個基督門徒 那樣的 是的 對於上帝的那個印象來說呢 是 不是說很有深刻的樂印的 這個是Boris Groys的理論 得到上帝關注的機會 如果上帝關注一些有罪業的創作呢 就是說它的創作可以響遍全球的 是啊 就是好像William Kentridge那樣 它是用那個藍黑灰白的pastel和charkle呢 是畫出人性醜惡的一面 所以William Kentridge呢 在這個二十一世紀呢 他是罕有地成為世界知名的畫家 因為現在contemporary art grade這個年代呢 畫家能夠世界知名呢 已經是很少的了 說真的 就是不及二十世紀modernism 或者expressionism 那段時間這麼容易了 但是William Kentridge可以突圍而出呢 是因為正如Boris Groys所說 他是有原罪的 這個原罪呢 反而是好事 因為可以刺激到他一些的很crazy的創作idea 什麼樣子 這個呢 就是為什麼會如此矛盾 你越想將自己從博物館中解放出來呢 你就越是陷入博物館收藏邏輯的最激烈的道路上去 就像徐佩茲一樣 就像徐佩茲一樣 無可否認他的書法 就是澤氏瑤教他的書法 是香港藝術館是非常喜歡的 就是因為他完全是學了王熙之、王獻之的風格 徐佩茲有時候他都很想從博物館中解放出來說 他想寫陳奕迅的歌詞 再配一些蚊的公筆畫 或者徐佩茲呢 是他很想除了香港電台之外呢 希望說無線啊 或者ViuTV啊 或者開電視啊 這些的比較 leisure一些的大眾傳播媒體 都可以有一些清談、輕談的節目 是可以報導到他的作品的那樣子 但是我覺得徐佩茲呢 是 好像波羅斯克斯所說的 很難從博物館中解放出來 就算徐佩茲那樣子 他和老庭輝呢 是黃忍仔的 學生的說法 就算了 做法 就是 有收拾的 但 找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90後小女孩 去講書法 而不是找徐佩茲的什麼樣子 就證明出 就算老廷輝很喜歡徐佩茲也好 在ViuTV裡面的製作部的人看的就是 徐佩茲是很難從博物館中解放出來的 如果叫徐佩茲去適應MIRROR、CORROR、ERROR、PIXEL 這些文化 徐佩茲不知道怎麼入手 糟了 我看慣了TVB 我怎麼去切入呢 我很難像Wincent那樣的 又暖男爸爸又成的 我都要想一想 怎麼去適應這個媒體文化 說是去看看有沒有去報道我的書法 徐佩茲可能有這樣的掙扎 這個就是Boris Gross所說的 很難從博物館中解放出來的 今天講的東西 我可能得罪很多生亞學者 但是因為今天講藝術評論 有些東西Boris Gross說什麼 我就實話實說說什麼 得罪了有些人就不要介意 因為他真的是這麼說的 我也都用徐佩茲和魯平輝做例子 的確是真的 如果叫ViuTV找一個節目 去給徐佩茲可以宣傳他的書法 真的挺難的 說真的 我都可能進了一些集 如果不是這個一周一陣落的問題 我都可能進了集 說真的 就是蔡文館那些 都有機會專訪我 最近呢 商臺的急急子 就真的專訪了我了 說真的 但是還沒有到ViuTV 當然了 之前港台和無線都專訪過 如果我要是想那些傳媒要專訪 就真的要從國物館中解放出來 如果不是真的走不了生活化 現在很多contentary artists要考慮一點 另外呢 我也都看到一個文化現象就是 拿到藝法局的獎項 不等於他一定是供博物館那條路線 甚至可能他自己都已經是從博物館中解放出來 因為好像教我FAA Creative Workshop的程展偉 他在藝法局那裡拿了Artist of the Year的獎項 程展偉呢 坦白說真的沒有work 是進入到雙年展 沒有work 進入到妙思人什麼的 就是全部happiness 但是他可以拿到HKADC Art Award 這個是比較extreme的例子 好 選了澳門藝術館這個講玩具電競文化的 世外桃園的一組的 油畫ethnography混合媒介創作 是給大家看的 左邊呢 你會看到呢 就是呢 那塊canvas呢 是螢光青色的底色 跟著呢 有很多螢光粉紅 和螢光黃的骷髏骨頭 是去講好像Damian Hurst 那樣的死亡信息 那下面呢 就有一些的模型 那些模型呢 是彩色的模型 那塊canvas 最頂層也都貼了一些些Lego 那樣的樣子 那它講的意思呢 其實是 就是小朋友那些砌模型 或者Lego那些的 渣男文化呢 在一個的 官僚主義的世俗年代呢 好像是一種 將近死亡的文化那樣子 就是 最近呢 有一位的 有一位82年的Anson哥呢 經常帶我去旺角呢 逛街買Figure呢 那Anson哥呢 買了 黃金戰士 和這個龍神號的Figure 和機械人呢 我就買了 ViuTV Dr.Stone卡通片裏面那個 那個千通BB的Figure 放了在我葵興Studio 那很多時候呢 這些這樣的扎藍文化呢 在那個名校學霸的精英主義文化 的角度看呢 是垃圾來的 就好像呢 這幅畫作裏面 那些Danion Hurst呢 那些的蜘蛛骨頭那樣子 那樣子 但是呢 在這個artist 這位奧館artist 的手中 去創作出來的 這些的扎藍文化呢 就告訴大家 這些絕對不是垃圾來的 這些可以是 這種的 心靈綠洲來的那樣子 那樣子 那邊呢 那邊呢 會見到 那些的 那些的 遊戲機畫面的 圖騰啊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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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地上有一幅好像月光公主美少戰士 那個月球背景的油畫 就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如果真的很沉醉於這個動漫文化 是有一個跨宇宙的創意和想像思維 再去看右上角那一幅 好像上俄奔月那樣的採繪的油畫 那些採雲就告訴大家 其實動漫和電競世界多姿多彩那種程度 就好像上俄奔月去了天庭那樣 這麼多姿多彩 然而在旁邊的一些小的相界 例如有仇土或者是有一些磁石 就告訴大家 其實沉迷於figure 模型電競動漫文化等等的 那些年輕的習男愛好者呢 他們都一樣是可以有生日可以擺大壽 或者是他們一樣可以是有權他們的生日是普天同慶的 他們並不是說完全隱世的 那他們也都要deserve 普世的尊重和支持和慶航啊 那其實這一組的作品呢 它的意思是 不同的組件去看是可以很深的 就是我剛才說了有五個components 有五組不同的意思 但是呢 大家看到那五組不同的意思呢 是完全不是諸邏記級數的idea development 完全是真的切入這個時代 找到一些的 我們文化現象上的一些矛盾位呢 是去做到一些是可以學術上或者哲學上有反思空間的一些的 就是就是殿堂級創作 是要盡用這個妙思人空間呢 是去展現這一種的殿堂級創作 所以呢 要做博物館步向而是有創新的作品呢 本身是不簡單的 而我寫說要有ethnography的元素呢 就不是說一定是裝置或者是multimedia 而是ethnography那種精神呢 是要真的去考據和去做field trip 和有生活上的體驗的一手的感受 那種這樣的心態和思維呢 是去拼砌一種新的vision出來的 那是一個需要花功夫 不是說我畫了art jamming就展出了 不是這樣 他是真的要認知很多不同範疇的層面的知識 才可以做得到這個有五個component的作品出來的